县委副书记兼着副县长的不叫县长叫书记 县长助理不叫助理叫县长 最近热播的县委大院 我刚看了两集 发现里面是满满的细节 看的不是电视剧 看的是人情世故啊 跟领导一起吃饭 领导问你要醋吗 你会怎么做 你会说要或者不要对吧 你看没县长怎么做的 你要醋吗 谢谢 哎呀好 上个星期 卫生局呢 做了个总结 搞了个调查 注意细节接过来 先给领导倒上 再给自己倒 注意看 直相征性倒了一点 领导自己又加了 为什么不能倒多呢 因为你不知道领导的口味 不能不到 又不能多倒 这就是学问 体制内对领导的称呼 怎么合适呢 这一段是老同事 给新来的人讲 应该怎么称呼领导的戏 常务副县长 你叫他什么 县长啊 记住啊 以后再遇到领导 千万别叫错了 常务副县长 不叫县长 叫常务 县委副书记 兼着副县长的 不叫县长 叫书记 县长助理 不叫助理 叫县长 都是副县长 同时是常委的 得叫常委 懂了吗 都往大楼叫呗 看到了吗 满满的学问啊 领导讲话 哪些该动笔 哪些不能记 在会议上 领导在讲话 大家都在认真的记录 当领导说到这一句话时 所有人都放下了笔 这也是体制内的 规则之一吧 第一次见面 加了领导微信后 怎么发消息合适 看看商人正三 怎么做的 县长 方便的话 能加一个微信吗 这一段话写得真是十分得体 水平极高 你学会了吗 目前 线尾大员正在热播 据说刚开播收视率 就啥二了 正午阳光出品 加一众老戏鼓主演 品质没得说 学会了这里面的人情世故 更是受用终生 县尾大员是从学校 好好学着吧